她生了什么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了吧 我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了 想结婚了 但是我发现 她现在就觉得我高攀她了 她在跟我谈条件 就是跟做交易一样 没有诚意 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想让她更多去珍惜我 因为当时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那个挺懂事的嘛 因为我这边那个本身就自己 之前买一套房子是150万 我就想在她那个结婚之前 然后把那个当初我买房子 市值的75万转给我 她那边也不用那个 赔车赔假之类的 因为我这边就觉得 那个婚姻是那个经济的 一个契约 然后我们是在 共同经营这段感情 就向经营更长远 所以说对谁都是 一个公平公正保障 没听懂什么意思呀 她就是想说 她自己之前买套房子 现在就是谈论结婚那件事 想让我把这个75万 就是房子一半的这个钱 掏出来 她才愿意跟我 去谈论结婚的事 她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呀 就是当面说的呀 我感觉她就是在算起我 就是 她总觉得我 在跟她赚的70万块钱 是呀 不是那意思 就是因为这是 一个公平公正 一个保障嘛 我对咱俩的未来 比较自信 所以说我感觉 这个钱放在咱俩这 谁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咱们的共同财富 她就是太功利了 一直在给自己 找退路找保障 婚前都这么 A这给我算那么清楚 婚后的话 我还能指望她 不是我这人就讲 公平公正 然后那个 但这件事我也得占个礼 因为她这边就是从小 你想那个女孩子的话 都是那个就是 被宠大的 然后她跟我之前 也提过条件 就是婚后 尽量不做家务 什么之类的 是我也理解这些 这些我都能答应 我现在就提出 这一个要求对吗 这个条件 有什么不可吗 就是不可以 那毕竟是咱俩 共同的家呀对吗 那如果说是 你们这不是算 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如果是你自己的呢 150万都是你自己的房子 都是你自己 还愿意跟她结婚吗 不是我跟她的 我就是想让 变成我们共同财富嘛 加上她名字 放上正常 所以她那个逻辑 挺有意思的 对 家务呢 我可以全都承担了 房子是我买的 为了我们俩能够 更好地体现 我们经济合在一起 您出75万 你得出钱 是这意思吧 对 听懂了 听懂了 就是我们在 共同经营嘛 这段婚姻是 我补一下这问题呀 如果说这房子 不加您的名 这75万您留着 这老公你嫁吗 不嫁 我觉得我亏了 所以你的想法是 75万你留着 房子上还得 加上我的名字 我才下给你 是吗 我觉得她是个男的 婚姻上 她就应该 承担经纪大头 女人负责生理成本 本来也就很 公平公正的 是这么回事 然后你未婚夫的 这个条件就是 房子上 我可以加你的名 但是你得 补我75万块钱 是吧 是在共同营造吗 算账算挺轻的 就好像挺算的 这叫追求公平 是吧 女生反而觉得不公平 你还说她公立 她怎么公立啊 她就是 感觉就是钱上嘛 跟我分得特别轻 她是业务员嘛 她做了 有一笔那个项目 完成之后 发了一笔项目奖金 然后我就想让她 给我买一个包 然后她的微信息上 的确给我转账了 我今天也把这个 聊天记录带来了 我们看聊天记录啊 好家伙 对 是啊 我这边等她 转账也买了 对 你们 就 你俩老实说说 哪有 你结婚为目的的正义 如果说万一不在一起了 分手了 还要把这些退回 这不就是 太功力的表现吗 言听计从了吧 给你买了吧 对吗 也给你转账了 我现在就感觉 她是在跟我洗脑 在这控制我 她就会想 就是说 把我绑定 就赶紧跟她结婚 如果分手了之后 就是 其他人给我算 特别清偿 我把所有钱 都还给她一下 这件事是一码 是一码 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 像这么看电影 吃饭之类的 包括旅游 这边都是我 我来掏钱 这我负责 一个男朋友责任 我该进 就尽了 但是她现在是主动 找我要钱 所以说 我就得让她 作为一个保障 因为之前 我这边谈过女朋友 吃过这方面亏 付出了不少 到最后是 所剩无几也是 所以说 我想给自己 有一个保障 你假如你的保障 我的保障在哪 我跟你在下午期间 我付出的薪摔 我对你的好 就不断付出是吗 你怎么评价你女朋友 你觉得女朋友 什么样的性格 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有时候 就是比较冲动 就主意特别正 然后您不知道 她这边 就是之前是干的优师 工作也好 然后收入稳定 自作主张 也不跟我们商量 这就裸死了 你为什么辞职 因为我之前 干的那个幼教 是从早到晚 就是从早上七点 一直到晚上七点 都是在忙工作 甚至就是 下班之后 到晚上就是八九点钟 还有会有家长 给我打电话 过一些孩子的 一些事情 然后觉得挺累的 然后工资不算太多 所以说 我就想提升一下学历 找这费更好的工作 以后赚的钱 能够多一些 然后婚后的话 如果和她在一起 给她也能减轻一些 给你压力 所以你要是再去读书是吗 对对 还什么以后 我就现在都不稳定 对吗 她就是梦广幻想法 就不同 她什么都只看 她就是想 是总明天 放手一搏那种 你都不 她只是努力奋斗 今天你 你怎么期待明天 对吗 给我的感觉 现在就是 她就是像我的父亲一样 就觉得 就比如说 她觉得这个孩子 觉得成绩不太好 就别再学了 就赶紧的 对吧 找个份工作 周年多准点些 挺好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我就学不出来呢 你得踏实实 稳中求进 你现在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 其实有些方面呢 我不是经济上的看色别重 她就现在也不太让我安心了 不安心 为什么 我当时跟在一块 就图探是好过日的人 当时其实她也挺 就挺乖巧的感觉 然后有时候也挺短心的让人 但是现在她有些事情 让我就是感到很有危机 您不知道 她那个之前初恋吧 现在出国了 就是在英国天天两人就是还一直联系着 一样可惜的是什么呢 那边为了早时差 今天就是起床 在她问候早安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问她 你之前交往过几个男朋友之类的 或者有什么情感方面的经历吧 她也不跟我如实说 就支支吾吾 避讳那种 因为我个人觉得 那些根本就算不上前任 就是我一些情感导师 我们之间都是比较清白的 就是像朋友之间聊天而已 就是在网上聊天 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 她就是想太多不信任我 她能不能帮她解决问题 在做这几位她是情感老师 你那些就是一个精神伴侣 她完全没在帮解决问题 反而制造更多矛盾 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他们删除吧 把这些个就是 相当有也好 或者是初恋也好的 我不可能把他们删除的 我好奇地问个问题啊 你的男朋友 有一个初恋的女友 假设啊 每天给她问早安 午安 晚安 你要看到你介意吗 如果说只是限于就是微信 或者说像朋友那样 没有做任何就是情理之间 那种越界的事 我接受啊 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朋友我觉得 一个朋友 来 我问这个年轻的姑娘 来来来 你怎么看啊 就是一个男孩 早上问你早安 中午问你午安 晚上问你晚安 很明显对我有意思 你确定是对你有意思吗 那不然他在这干啥呢 我觉得反正就是 不清不楚的 那种暧昧的关系 那我问问你男朋友 来 你觉得呢 那个男孩肯定有问题啊 我肯定受不了那个男孩 男孩有什么问题 就是肯定对他有意思啊 或者是有想法呀 想追他 那你女朋友穿的衣服比较短 然后有一个男孩 把他的衣服 给女朋友披上了 什么意思 这个 就很绅士吗 所以你看 事情不经类比 对 来 正式的回应一下 你男朋友刚才说那个问题 初恋在英国 为什么给你导时差的问候 就是 因为我跟他之间呢 出了问题 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发现我跟他 分享一些 我工作中 或生活中 一些日常生活 每次跟他微信聊天的时候 发四五行字嘛 然后他就只回我 一个字 我也带忙好吗 表情包 对 他就在找天 他一天到晚 忙到晚 你就 你就没有陪我好聊天的时间 就因为他不在夜 所以说 我就会想 他们都是男的 更了解男人 我就会问 我跟我男友之间 导出现什么问题 我希望就 让哪些情感导师帮我 不就是你的初恋吗 对 和你的前男友吗 对 就是初恋 那怎么成了情感导师了呢 就是情感 因为我们之间就是 聊一些我和他之间的事 就是你把你和你男朋友的事 摆出来让你的初恋 在英国 导着时差给你讲 你们俩谁对谁错 是吗 我觉得这 聊不出好了呀 这个 这越聊 你们俩毛病越多呀 所以我很介绍这些吗 是是是 该介意 你就想嘛 爱情有一个本质嘛 就是克服各种困难 来陪伴你 这爱情的本质的一部分嘛 那个就是克服了时差的困难 陪他聊天嘛 还挺危险的 该介意 接着往下说吧 女生 你一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 觉得这男生怎么样 我一开始觉得他 长得挺帅气的 然后 喜欢健身嘛 生活比较自律 然后 性格是那种 就是说比较 胡搏看比较阳光的那种 生活比较积极向上 我之前一直把他当成 我的真命天子 他喜欢健身嘛 然后我不太喜欢 健身房的地方 但是我为了能和他 在一起 能够多一些 我就经常跟他 在一块健身 他主要就是想盯着我去的 不是 我是一位爱你 想跟你在一起 那你也没练好 对吗 那个时候我会就是 把自己的双手 掉在他那胳膊上 然后他带我做蹲起 我发现他这个健身的 他并不是因为 他生活自律 为了他身体健康 因为有一次 他那个 大胃里面那个聚会嘛 还拿得说事 还拿得说事 你看 本来就是 本来就有事嘛 当时他自己在上面 居然就大胸身材 然后居然还有那个女同事 为了调节气氛 也是把双手 掉在他的胳膊上 我觉得这些 是我专手动作 是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 该有的动作 你以为说 那动作算过分吗 也没有什么 过多接触之类的 对吗 再说当时 你面里面 也没藏着掖着的 对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生生气 对呀 背着我还不知道 你们俩做什么事了 问心不愧 人家这边是女同事 然后客串的 那个就是主持人之类 当时年会们 为了高兴 就一个娱乐项目 你不能让人冷场 回头都是一个单位的 对吗 还不见低头线 回头再尴尬之类的 以后不好处啊 我这还是 为咱未来主要想 你要说工作 干不好了 以后挣不着钱 怎么能够你 所以你们俩 今天来为什么呀 我现在就是 就是想跟他谈谈 就是说 结婚时还能不能 就是说 把这件事解决好 商量好了 解决什么事 就是谈结婚这件事啊 你要还跟他 谈结婚的事啊 对对对 希望他就是说 能够访回他 那现在结婚 有几件什么事需要谈 让我们听听吧 其实我感觉就三件事 首先来讲 就是经济 房子问题 这得需要 也是慢慢磨合一下嘛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以后生孩子 生多少 什么时候生 生几个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 就是先结婚吧 结婚之后的那个 一两年之内吧 这个行吗姑娘 可以啊 问题是现在 我感觉就是 结不了婚的 就他这个态度 第二 第三呢 就是他那个 他所谓的情感导师 对吗 我感觉是精神万侣 那些问题 不断思连之类的 对吗 那我肯定受不了 好 能断吗 我不会断的 为什么不能断啊 他不能陪我 当然那有一个 别的对吧 陪陪我聊天了 不是今天不能陪 你就得再绞一个 那不就 这不就就 叫他好几条船嘛 没有啥区别 因为我觉得 我和情感导师 我们没有做过 任何阅界的事 那你就跟他 什么叫阅界呀 姑娘 这不要 阅界不是你界定的 是他界定的 不是你跟你的情感导师 从精神的这个导师 变成真正在一起 不好吗 太远了 太远了 你灭情感导师 好不好 我问一下 关于他那个150万的房子 你不想给他75万 就想往那房子上 加上你的名字 就这件事情 你的情感导师 是怎么说的 他说作为一个男的 就连那个 鸟儿都知道 就是说婚后 那个熊鸟儿 要住窝 就为了给那生鸟儿 对吧 下蛋就 他作为一个就是 高级人类 这点思想结果都没有 行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的那位情感导师 等于是没说他任何好话 对吗 对 他做的根本就不对 怎么能说他好话呢 行 明白了 好 女生 他提了三条 你有什么条 我觉得结婚 第一 他必须得 无条件的发展证上 加上我的名字 还有 如果说婚后 我因为生育问题 没有工作 必须得把所有工资卡上交 不能说自己藏的叶子 给我酸 笨得那么轻 第三件事就是 他必须得每天 保证拿出多少时间来陪我 不能复养我聊天 再给我提提 我情绪价值 行不明白了 来能做到吗 先说第一条 第一条都做不到 第一条做不到 我还认为我们是在那个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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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不爱我 第二条能做到吗 第二条 等婚后再说 问题现在第一条还没磨好 第三条能做到吗 第三条肯定能做到 因为现在拍的时间就不少 说来说去不就75万的事吗 75万给了你之后 你这75万放哪儿啊 就我们俩共同生活用 我也不说占他的便宜 也不说挣他钱之类的 我感觉这个 房子这个事太离谱了 难道去扯个结婚证 9块钱都要一人 4块5吗 就是算的太轻了 就是反正两个人相爱 加上名字什么 这些无所谓的 要是你男朋友 把那些外面都断了 房子不写你的名 你嫁吗 那不行 那还是爷得写 那婚后的工资 也得交给你吗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 对吧 男生在这个关系中承担 这个经济的稍微多一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就太抠门了 就就觉得这不爷们 我就觉得这哥们 跟我差不多吧 跟你差不多 就有些地方吧 比如说 就跟同事互动啊 那我有时候就挺理解他的 在你们的身上充分地说明了 人都是自私和趋利的 只照顾自己 我觉得女生 其实你需要的是一个男人 他是全能的 他又要提供你随时需要的情绪价值 又要提供你认为对方应该提供给你的经济价值 怎么去找那么一个完美的老公呢 你的解决方案特别简单 找不到吧 我找个情感导师呗 我感觉我跟 我跟那个情感导师 真的是没有做任何越界的事 但是你要进入婚姻啊 进入婚姻意味着 只能有一个亲密的人 一个 这叫婚姻 你要两个 那你不是脚踩两只船吗 所以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要到婚姻的状态 我再说你另外一个价值观 你说 那你就应该无条件地加上我的名字 我觉得可能很多男孩子会这样 但是那是一份很牢固的 彼此无比信赖的情感 你们有吗 你这还跟别人情感导师呢 他会给你吗 男生也一样 当你提出说咱俩结婚吧 你给我75万 你这婚就结不成 年纪轻 你干嘛要这样去考量爱情婚姻呢 既然爱情没有那么浓 既然情感没有到结婚的份 咱别勉强 继续谈着 继续处着呗 你为什么跟他那要75万 押金嘛 对 是不是押金 不能那么说 主要也是我想去应勋经营嘛 考虑一个共同保障之类的 然后你为什么要无条件 他房子加加你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个男的 就应该 押物嘛 对他应该的 押物嘛 两口子 到最后 人有旦夕祸福的那个瞬间 你看着你身边的那个人 你会知道 不怕 但是您这二位不是啊 真要是有一天有旦夕祸福了 看看身边那位 这医药费要超过75万 可怎么整 你这个要 对吧 所以你们的信任是有上限的 而且你们的信任是不牢固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会不会分手 但是我认为你们两个现在结婚这事 暂时不用太考虑 前男友是情感导师这事 我觉得真的挺逗的 就是这事你觉得没问题 那很简单呀 你男朋友也可以找一堆情感导师啊 你试想一下你男朋友的初恋告他 我告诉你 这女人现在不爱你 他压根不想掏这75万 他就是不想跟你过一辈子 他一点都不想为你改变 他都不想做家务 他就是不爱你 你觉得怎么样 舒服吗 不舒服啊 你还觉得你没做越界的事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朋友一样 梁天 你没有前女友是吗 有吗 有啊 有啊 好 明儿去找个情感导师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让你什么叫感同身受 就是聊聊天 我们没做越界的事 你看看你心里输不输 你看他的眼神就已经在白他了 就觉得他受不了了 这是第一点 对 所以就说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点 你们知道什么是婚姻吗 我说婚姻是什么呀 没有血缘关系 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母是共同的父母 孩子是共同的孩子 财产是共同的财产 然后两个人一同送走父母 养大孩子 迎来终将老去的人生 每一段婚姻都是生命对生命的托付 现在让你们把这个婚姻搞成了一笔交易 要么你掏钱 我写你名 我就不掏钱 你必须得加上我这名 我觉得你们压根不配结婚 哦 还有一点 就是他说要包这件事的时候 那个男孩在下面写说 如果以同意以上就收款 他就把这款收了 你不给他删上去 你还把这钱收了 好像谈合作 这两个人 就是买卖嘛 因为当时我真的 就是那段时间 真的很喜欢他 也是想跟他 所以你为了你喜欢的包 什么样的代价 和什么样难听的话 都可以接受和付出吗 不是 因为我喜欢他 会找他要包 如果说我不喜欢这个男 就算他主动送给我也不会要的 对不起啊 你这逻辑不对啊 我喜欢他 所以我找他要包 你喜欢是他的荷包 还是喜欢他 我喜欢他呀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要包 这是个什么逻辑 这是个什么逻辑 我就想试他一下 他是不是多管爱我 是不是愿意给我付出 他刚才说了这么一个目的 我当时就是喜欢他 我想试试他爱不爱我 嗯对 然后他呢 给你转了账 然后下头加上那一番话之后 你觉得他爱你吗 好像有点不太爱 那你怎么就把钱收了 你已经试出来他不太爱你了 你怎么就把钱收了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他以后可能会 就是会慢慢改的 谈恋爱 能这么谈吗 这个还需要谈吗 这不都是根据他的日常消费行为 我们可能吃了一顿饭 谈了一部电影 通过这个东西聊脚 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吧 所以你们好好想想 我是觉得不合适哦 真的不合适 就是在他们的爱情里面 你至少看到爱情原来那个样子 瞎胡闹 追求要在一起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看不到 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咱先别谈结婚了 谢谢两位啊 来请回